2021年1月22日 現在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9802萬6千多 增加了63萬4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15700多個 去到209萬7千多 看樣子大約是3至4天之後 世界的確診數目將會超過1億 現在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仍然是美國 現在報率增加了17萬3千多 去到2517萬3千多 增加速度比第二人多3倍 死亡方面亦比第三人多3倍 死亡3千8百多人 去到419000多 作為一個最富裕的國家 確診數目和死亡數目都是 全世界第一比他窮很多的巴西 仍然是大這麼多倍 這其實就是令人疑匪所思 接著第二個多確診的地方 就是巴西多了大約6萬個新增確診 去到869萬9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1300多個 去到23萬4千多 接著有西班牙多了4萬4千多個 去到256萬多死亡方面增加了404個 去到555千多 英國增加了37800多個 去到354萬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1290個 法國增加了2萬2千多 去到將近300萬 俄羅斯增加了21000多 去到365萬多 墨西哥增加了超過2萬 去到168萬8900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1500多個 看樣子哥倫比亞也有機會超過200萬 意大利增加了14000多個 印度和葡萄牙增加了13000多個 印度、尼西亞、阿根廷、南非 都增加了超過11000個 接著有捷克、波蘭等等